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玛丽欧陪你喝一杯 我是玛丽欧 你现在收听的是玛丽欧陪你喝一杯的迷你单元 Your story matters 大家听我访谈了这么多名人故事之后 现在换你说故事给我听啦 这一次我们挑选了八个人的故事 有徒步环岛的 有靠杯室友的 还有去异国当兵的等等等等一大堆 相信你们听完之后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记得一定要帮我们订阅跟分享哦 还有听完到Facebook留言跟我们说说你的心得 我会二十四小时都关注我的Facebook 看你们有没有留言 爱你们 救命哦 哈喽 你们好 我是Daphne 我是Jolin 我们是玛丽欧陪你喝一杯的工作团队 这次的留言也很多哦 谢谢大家花时间跟我们分享 这一周玛丽欧犯了诗心疯耶 在Facebook上狂聊器材跟Podcast产业 所以我们要念什么留言啊 那不然我们就来统整一下听众们推荐的Podcast吧 红群令说他推荐纽约时报的The Daily 这个其实我也有听呢 我觉得还不错 那第二位是Gio Zhang 诶 哈喽Gio 很开心看到你的留言耶 Gio啊 他其实是我们第三季第三十七集的来宾呢 那他说他除了听玛丽欧陪你喝一杯之外 他也有听西头大联盟 科技导读 那英文的话是听Invisibilia Freakonomics Work Life with Adam Grant The Introvert 诶 我决定直接教你九令了 怎么这样了 好 我来哦 The Introvert Entrepreneur Revisionist History 那亚鲁黄推荐NPR的Invisibilia 诶 有一个Invisibilia耶 好像很好听的感觉哟 Gimlet Heavyweight WNYC的More Perfect and Radio Lab 名声Huang要来推荐陀克学校 还有李辛迪推荐StarTalk Jarrod Yu 他说英国人看MLB推荐Backflips and Nerds Manyu Tsai 他说他的Podcast只听玛丽欧陪喝一杯 那最后一位的Joyce Hall 说他推荐NPR的Hidden Brand 诶 Jolene 我们应该都没有漏掉谁吧 嗯 大概没有吧 以后每一集我们都会挑一些留言来分享 希望你有任何一届都可以到 跟我们说哟 走到中间的时候你会发现 要与人互动你才会得到的东西 我走到花莲 跟我交往四年多的女朋友分手 到后面的时候 我发现认识自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孙伟成 那他本来是一位大学生 不过在去年的时候呢 他休学了 想到身为台湾人应该要环岛 所以呢 他在去年九月的时候呢 开始徒步环岛 一共花了39天的时间 走了900多公里 完成了他的环岛之旅 虽然他们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做功课 研究路线 装备 住宿方式等等 但当真正上路的时候 其实还是遇到了蛮多的状况 甚至第一天就把拖行李的拖车给弄坏了 后来呢 也才知道要去国小扎营的话呢 最好是先打电话问 而不是到现场再问 因为万一被拒绝 可能你又要走一阵子才会有别的国小可以问 不过在这每天走上10到30公里的环岛过程当中 韦成说他想了很多 觉得也更加认识了自己 看到自己的缺点不足 也看到了自己好的一面 好像是一种洗涤的过程 其实我自己也曾经环岛过几次 另外因为第一份工作缘故 曾经连续三年的农历春节前 都在台湾各地跑 但是没有这种用很慢的速度 好好的看台湾各种风景的过程 不过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走路的人 或许有一天我也会跟韦成一样 去好好走这么一趟 你呢你有徒步环岛过吗 还是你有过多长距离的徒步旅行呢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孙伟成 大家好我叫孙伟成 我今年22岁来自高雄 对然后我在去年的时候休学 去徒步环岛 39天花了7000块 对OK好 那你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这个 环岛的念头是怎么开始的吗 就你怎么会突然有一个这样子 就是其实每个人 像台湾人就是有三件事是一定要做 一个就是环岛 再来就是爬玉山 然后就是那个横渡日月潭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大一的时候就跟几个朋友 就想说要不要去环岛这个念头 可是因为就是可能课业啊 然后什么是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大三的时候 才真正在想到这件事情 对然后为什么会选择是用徒步的 因为就当时就觉得 呃 骑摩托车或骑到的太简单了 想说要做一些比较有挑战性一点的 所以就选择用走路的 对对 OK 所以你的环岛是从哪边 你从高雄开始吗 从高雄开始 那你是先北上还是先往 北上 先北上 这样子到台北 然后绕一圈下来 OK 对 那走的过程当中 是都是就一个人走吗 呃没有 因为我当时就是跟我家人说要去环岛的时候 他们说不行 一定要一个人陪 OK 对 然后我就 因为这个要一段蛮长的时间 然后我要去找一个人来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同学 他还休学 然后我就约他一起去环岛这样子 一起走这样 所以你们39天就是两个人 两个人 那你在走的时候 你们大概带了哪些东西 就是你准备了哪些装备 哦 超级多的耶 哦真的 对 因为 因为我们有预算 就是我当初要走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 我自己是想说要 就一万块以内 对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就是会一直 背在身上 不能就是临时买这样子 因为很花钱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当初要走的时候 我一开始是背一个包包 就登山包那种 然后拖一台小的车子 哦你要拖车 小的那种手拖的那种车子 OK 结果第一天那个车子就坏了 对 很合理啊 因为对对对 因为我们坐差不多钢山那边车子就坏了 从高雄市走到钢山那边车子就坏了 OK 那我们就在路边修理的时候 就找一间没有开门的店在那边修理 在其他顶纳卡在那边修理的时候 然后那个店主刚好回来 然后看到我们在那边修理 就说他那边有一台板车 嗯 他就直接送给我们 OK 对 所以后来我们的后面的行程都是拖车子 对 然后那一台车子 因为板车本来就蛮重的 嗯嗯嗯 再加上我们行李一堆李李扣扣 差不多二三十公斤有 应该超过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是把大部分的东西放在板车上 就是后面就是把几乎把全部的东西都放在板车上 身上就是没有东西 然后就车子 对 拖着板车走这样 拖着板车 然后我朋友是他自己 呃因为他背的也是很不舒服 他就买一台菜篮车 菜篮车 你就小踏车吗 不是不是 就是买菜 阿嬷买菜那种红色的那种 那种拖着菜篮车这样子 对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 有做功课 就是有些人都会 会选择用车子 不然就是背的 如果你有登山习惯会用背的这样 对 那我们是觉得用车子就可以了 对 不要没有那么负担那么重 对 OK 那你们这样子一天大概走多长的距离 我们当初是想说 因为台湾小圈的大概900公里 然后大圈1200 所以 小圈跟大圈差在哪里 路线不一样 小圈就是它的主要的差的路线会在哪些地方 主要会在墾丁那边 看你有没有绕下去墾丁 对 然后北部那边是台二 那边看有没有绕外面外围 没有从市中心这样切过去 对 然后我们当时是 就是选择走小圈的 对 然后大概900嘛 然后我们那时候看 大概人家要走一个多月 所以你大概900除以30 一天大概走30公里 至少这样子 对 我们预设的那个目标是这样 可是真的走下去 一定会有很多误差的 对 然后基本上就是30左右啦 可是因为我们第一天 像我们第一天在走的时候 呃那个没办法 第一天走而已 你不适应 然后开始休息啊什么的 我们就是第一天其实走到10点多这样子 然后 然后就变成走不太到我们原本预设的 走到很晚才走到预设的那个 那个公里数这样子 OK 那你们住是住在哪些地方 住的话 主要就是住朋友家 不然就是那个 因为我们有预算限制 所以我们就自己搭帐篷 在国小 就没有准备帐篷睡袋这样子 就在国小里面搭帐篷 对 然后 呃因为有的国小 他们的那个厕所会锁起来 所以我们有自己带水管 OK 直接接水龙头 然后就直接这样洗澡 洗这样子 接那个旁边的水龙头 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主要都是搭帐篷 然后也不一定是国小 因为有时候国小没有办法 让我们接住这样子 因为我们会先联络 会事情就先联络 所以我们就是也有住过教会啊 庙啊 然后路边的公园 对 就是其实只要有一个屋檐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搭帐篷这样子 对对对 你觉得睡这么多哪一个比较舒服 睡过最舒服的是哪一个地方 睡过最舒服的其实是 呃 我们呃有一个旅馆 因为不是我们父亲 就是我们朋友 然后他们就 可能我们来 然后就直接开一间旅馆给我们住啦 所以最舒服的当然是旅馆 对对对 不付钱的最舒服 对对对 那以露营来讲哪一个地方 露营来讲 应该说我在想 那个露营它当然会有一些方不方便的问题嘛 像刚刚讲啊 水啊什么什么的 对啊 那你觉得哪一个是你们觉得 待起来比较方便 比较舒服的 其实学校国小是最舒服的 OK 对 因为像国小跟 可能跟公园比的话 它是有一个那个围栏的 所以你不会觉得那么恐怖 然后也不会有可能野狗啊什么的 因为你睡公园的时候 你就是你看不到外面嘛 你在帐篷里面 因为觉得旁边有狗在旁边绕 所以很可怕 整个晚上睡不太好其实 对 然后你睡 呃 国小那种 其实就是有一个遮雨 就是有遮风囊雨 然后也有热水 有阴水气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睡起来其实算比较舒服的 国小 OK 对对对 那国小是你们跟他们讲一下 然后他们觉得愿意就OK 对对对 我们会先打电话 跟国小他们主任 或者是那个办公室这样联络 这样子 然后他们如果同意我们才会进去 OK 对 那通常会被拒绝吗 很常被拒绝 大部分都会被拒绝 OK 因为一开始我们第一 一开始在走的时候 我们是一间一间用跑的 就一间一间跑这样 跑过去跑过去跑来跑去 然后就走好几公里 然后一直被拒绝嘛 或者是人家没开这样子 然后到后面我们才就是学会 就学乖子用打电话就好了 对对对对 所以就等于你先查好路上有哪些国小 对就是附近 就是我们其实不会前一天先做 我们就是当天或是 就是当天才会决定今晚要住哪里这样子 因为每天走的行程不太一样 所以通常一天大概走的时间 会花多少时间 再走路的时间 一天大概八个小时以上 OK 因为我们就是早上 差不多四五点起床 嗯 对 因为国小人家要上课 六点前就一定要离开 对对对 所以我们差不多四五点起床 然后整理整理六点 出去 然后吃个早餐 慢慢 那个一下七点 差不多七点开始走 对对对 然后中午可能 呃 会休息一下 午休这样子 对对对 OK 然后就大概八个小时 走到晚上 晚上 看矫程啊 大概都晚上差不多 天黑前会走到 对对对 因为危险 天黑危险 对 所以就是天黑之后 你们就会扎隐的这样子 对对对 那你们吃的东西 都还是以自己 是买为主 还是你们会自己煮呢 我们全部都是都买的 OK 对不会自己煮啊 因为也没有 没有带瓦斯鲁啊什么的 开火 对 所以我们主要花的钱 都是在吃上面而已 对对 然后因为像路上 就是台湾人是非常热地 他会给你很多东西啊 饮料啊 饼干啊 水果什么的 所以其实 有时候就是 你也不用花钱到吃什么东西 这样子 因为他们就是 人家给的 就其实就够了 对对对对 那你遇过什么样 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印象深刻的事情 是哪一方面 很多 因为其实 会说像冒险 就是因为 你每天 都有不一样的事会发生 在等待着你 对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冒险 对对对 然后 其实之前 像我们到台北 有一次到 我们到台北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已经有预估好 我们要到这边 那时候有个杂学展 对杂学校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去看那个展览 对 然后在里面 就是有认识了 一个 一个 姐姐这样子 对 然后 我们就是 去了才认识 然后他问我说 他发现我们在徒步环导 问说那你要不要直接来我家睡 嗯 对 然后我们就说 好啊 对对对 对 然后他们家在宜兰那边 对 然后我们就 到宜兰的时候就联络他 然后就真的去他家睡了 对对 然后跟他家人 他老公还有他小孩 小孩这样子 然后他还带我们去一些私房 宜兰的私房景点这样子 我觉得很酷 你为什么可以 就是这么快就可以接收一个 陌生人 然后来住 住你们家这样子 对 你有算过大概多少比例上来讲 你们是住朋友那边 然后大概多少比例是住学校 这样子 大概一半一半喔 嗯 一半一半 对 那你中间有 你们有那种念头 觉得说啊 走不下去了 不想走了这样 呃 其实 没有 只有走不下去了 要快点走完 走不下去了 要快点走完 加速今天的行程 快点到休息的地方 对 然后你就可以快点休息了 你不会想说 哦 我要坐车回家 或者是 要 要怎样 你只会想说快点走完 加速用跑的啊 或是怎样的 对对对对 只会有这种念头而已 不会走 你一天要走八小时 你不会每天都觉得很累吗 一定累的啊 因为你出发前 你就已经想好 你这是一个很累的事情了 嗯 对所以你心理建设 其实已经好了 可是你中途 当然你是会 脚会酸到哇哇叫 然后走不下去啊 然后在那边想哭 这样子 一定都会有的 可是你 你的心理已经 当时已经就决定做这件事了 你就会想说一定要把它完成 这样子 你跟你的那个旅伴有吵架吗 说到这个大家都会这么问 可是其实没有吵架 只是 有一些 意见不合吗 也没有到吵架 就是 好我说一个故事 就是我们当时 我们走 那个台东那边的时候 我们走三线到台东 嗯 然后我们把东西放在台东朋友家 然后跟他借摩托车 想说我们想要去海线看看海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到那个都立的海岸那边 玩水 对对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都来到这边了 我想要裸泳这样子 对 然后把衣服脱掉 然后我朋友他不会游泳 他就在上面帮我录影啊 帮我拿衣服这样子 然后我就下去游的时候 他就在那边录影嘛 然后他就把衣服放在他的肩膀上 结果 我回来的时候 我要穿衣服的时候 发现 我的衣服不见了 嗯 对 就是他 直接把我的裤子丢进去海里 OK 对 然后重点是 我们摩托车的钥匙还在裤子里面 OK 对 然后就变成回不去了 然后当时气氛就很尴尬 整个就是很不爽 说实在很不爽 这样子 对对对 还打电话请朋友 他们来载我们回去 这样子 嗯哼 对然后当下就是 整个很生气的啊 所以你们那时候就 就 裤子就没有再找回来过 没有找回来 就没有再找回来 就没有穿裤子 穿内裤而已 OK 对就只穿内裤而已 这样子回来 对 那你们走路 因为你一天要走八小时 时间其实也蛮长的 那你们在路上都在干嘛 都在干嘛 聊天吗还是 呃 会聊天 主要其实聊天没错 然后再来的是 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当你在走路的时候 其实没事做 所以 你的心是很 沉淀的 你可以好好想 很多很多的事情 好好思考 对 然后 还有 会做的事就是听 马里奥陪你喝一杯 哈哈哈 真的真的 我那时候都在听 对对对对 OK 那 但是 一天八小 我们节目也没那么多啊 我们节目现在才一百 一百多集 全部的时间加在一起 也不够你 你听这三十几天啊 对啊 所以你会 呃 我觉得沉淀一下 也思考自己 呃 想要的事 或者什么是非常重要 我就觉得 对这点比较多 比较多是在做这件事 然后跟他讨论 就是不是那种打屁聊天那种 是有点在像是 一个可能议题讨论这样子 嗯 对跟那个朋友这样子 OK 所以你在想沉淀的时候 你最后沉淀出什么东西 或者说 这一趟 徒步环岛 对你的一些想法啊 心思来讲 你觉得有什么影响 就是 其实 当开始走到中间 我们到回来的时候 整个心路历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因为开始走之前 你只是想说 我想要做一件很酷很屌的事情 对 然后想说 出去走走看看 这样好像蛮厉害的 用走路这样子 可是走到中间的时候 你会发现 呃 其实你 要与人互动 你才会得到东西 所以我们 到中间的时候 很多的重点 会变成在跟路人 完全不认识的那种路人 聊天 然后 问他们的故事 听他们的故事 他们发生什么事 这样子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 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 认识自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你认识自己了吗 你有比较认识自己吗 嗯嗯嗯 有 说实在有 应该 因为你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 每一件想法 会变得不一样 对 然后 你开始认识自己后 你会 有好有坏 对 因为你有时候你看到自己 更多的缺陷 跟更多的不足 你反而会很害怕 对 然后当你看到你自己 好的一面的时候 你也会 很有成就感 这样子 对 有哪些路程是 比较走起来 会比较危险一点的 比较危险吗 嗯 你觉得啦 你自己这样子走了 三几天下来 有 我们中间其实有一段路是没有走的 就是一开始预设的时候 就是假的 就没有打算到走 因为我们有做功课 发现那边蛮危险 就是 苏花公路那一段 嗯 那一段路是 呃 就是很危险 所以我们就没有打算走 嗯 对 可是我们有走的地方的话 危险的其实是 台东太马里那边 嗯 因为那边是 道路在 维修 所以它 呃 两线道整个变成一线 一线道 然后双向来回 对 然后那边有很多 砂石车 大卡车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因为拖的那个板车 其实 呃很宽 我们身体是很宽的 OK 所以当有车子过来的时候 一定要 停下来 一定要 一定要停下来 然后靠边这样子靠着边 才可以过去 所以那一段路 其实我们 走到很晚 我们走到晚上天都整个黑了 嗯 对对对 因为时速 时速变很慢 OK 那在市区呢 就是你们在穿过市区的时候 会觉得 有什么城市走起来 特别好走 或特别不好走吗 穿过市区 有特别累的 特别累的 特别累的 就是要走上去苗栗的山印那边 嗯 对因为那边就是 13公里 都是大爬坡 OK 对对对 所以那个很很很硬啊 很累就是整个 大爬坡 然后都没有办法休息这样子 因为休 很难休息 没有休息的点 所以那边那段是特别累啦 嗯 对对对 OK 那你觉得走起来最开心的路程又是哪几段啊 最开心的啊 对啊 或者说最觉得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的 嗯 最开心的 就是花莲那边 花莲那边 花莲台东那边 就是因为风景 一边是山一边是海 然后看过去整个风景是很美的 嗯 很舒服的 然后你整个心情你就会比较开阔这样子 嗯 对 OK 然后 然后 然后有特别臭的啊 特别臭的 对 屏东的 那边 嗯 就是工业区啊 什么的 那边那段路 就是空气 你可以感受到空气不是很好 然后工厂啊 那种 臭味比较多这样子 嗯 就是那一段是全台湾最臭的 OK 对 那 最 印象深刻有哪些城市呢 最印象深刻的哦 嗯 呃 这个 花莲欸 还是花莲 嗯 OK 呃 不是因为它的风景 或者是 是因为那边发生了一些事 OK 就是我走到花莲 一個 貨櫃星巴克那边的时候 嗯 跟我交往四年多的女朋友分手 OK 所以 是你在走的过程当中 走到一半 然后打电话来 OK 对 对 然后分手后就整个 就很难过很崩溃这样子 嗯 对对对 所以你出发前他不知道吗 他知道啊 他知道 我还有去找他 OK 对 然后他是 是因为 应该不是因为你去 不是因为这些事 对对对 OK 那为什么不等你回去之后再 再谈一下这样子 因为可能 知道你卡在花莲回不来 所以 所以快点 趁这个机会 你没把离客回来的时候赶快 赶快 就是 觉得可能又 累积一段时间了 嗯 对啊 然后就刚好这样子 一个 嘖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 反正他就说要分手 所以就 就分了 嗯 所以你那时候走到花莲的时候 大概 差不多多久 20天左右了吗 还20几天了 20几天了 已经超过一半了 对对对对 超过一半了 然后所以 花莲让你印象深刻 你不会以后说 再也不要回去花莲 去花莲 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不会啦 不会 只是 印象特别深刻而已 嗯 对啊 OK 那 我很好奇 所以那通电话 就是打过来说 欸我们分手了 然后就挂掉了这样子 没有啊 当然是讲很多啦 然后讲到最后就分手 然后就开始崩溃痛哭这样子 然后哭到整个是没办法走 然后倒在地板这样子 对 所以那天还没有走完这样子 还没有走完 那天才下午 下午的时候 好像下午的时候 OK 对啊 然后我朋友 他就是 就是拿卫生纸给我 然后我哭哭哭 然后 因为平常都是我在带路的 嗯 对然后 当时换他带路的时候 我第一件 我哭完第一件事 我说不行不行再哭 我第一件事就说 你走错路了啦 往右边走啦 OK 所以他带路就是会带错这样子 对对对对 我就觉得很好笑这样子 因为平常都我在带路 他比较没有方向感一点点 嗯 OK 所以那天就走比较少 也没有 也是 撑着把它走到原本设定的地方这样子 OK 没有 所以你在走 他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你还是 有停下来吗 还是你就是一边走一边讲 挂掉后 开始 停下来 OK 对哦 所以你刚刚讲 你们就是有那个穿着啊 然后包 包起来啊 那就是 诶 以徒步环岛来讲的话 呃 根据你自己的经验 还有你之前做的功课 大概有什么 要准备哪些 哪些装备 然后会比较安全一点 会比较顺利一点 诶 诶 这个 有一点多诶 嗯 那就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 你现在立刻想得到 然后觉得很重要的一些东西 这样子 很重要的就是 像是 装备像是那个 我觉得蚊子药 就是那个防蚊的 防蚊液 很重要 ok 因为你在路上 就是很常被蚊子叮啊 虽然你已经整个包起来了 对 因为有些人他比较喜欢晒太阳 他不包 他就是想要晒黑 嗯 对 所以那些什么袖套啊 什么那种遮痒的 那种他完全不care的 嗯 对 然后像 我们会觉得 呃 类似护膝啊 嗯 那种东西 很好用 嗯 对 护膝 然后那个 那种紧身的那种裤子啊 那种很好用这样子 ok 对对对 因为我们到中间 还有就是可能在自己买护膝这样子 嗯 对 ok 然后像一些药啊 嗯 基本的药 对啊 什么肠胃药啊 干嘛 那种简单的药 嗯 沉药类的 对对对对 沉药就稍微带一点点来身上 可是 我们是因为预算有限 所以才会带 可是 嗯 我觉得在以台湾来讲的话 其实不用带那么多药品 那种东西 因为台湾实在太方便了 很好买 很好买 随便一个城镇都会有一定有那种小药局 里面都会有药 对对对 ok 对啊 呃 包起来主要是防晒 主要防晒 嗯 对 因为我们那个九月那边 还是会热 为什么当初是从九月开始走啊 为什么当初从九月开始走 嗯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大概八月的时候 嗯 想到要做检验师 然后我就说 那就给自己准备一个月的时间 嗯 对然后 然后一个月就差不多九月那边 对啊 然后就说那就走啦 嗯 对 有像你这样走的时候 你会觉得什么季节是 或者说根据你做的功课来讲 有没有大家比较推荐的一个 这种徒步环岛的季节吗 嗯 其实我觉得我那个季节走 已经算不错了 可以再晚一点啦 可能差不多十月十一月那边 嗯 因为其实台湾的冬天 不会到非常冷 嗯 可是夏天是真的很热 然后很多人会选择是在暑假 就学生会选择在暑假 那真的很热 嗯 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那个季节其实 西半部在走的时候很热 没错 可是走到那个东北 台北宜蘭那边的时候 就是那边那个时候刚好 好像差不多东北季风 嗯 所以疯狂的下雨 对 我们从离开台北到花莲都在下雨 嗯 对 然后因为下雨的话 晚上睡觉变很冷 OK 对反而是变很冷 那个帐篷里面就是 都十几度这样子而已很冷 OK 对对对 所以 下雨的话你们是雨衣 然后把东西包起来这样子 对对对 我们有那种黑色的垃圾袋 我们就把东西包起来 OK 然后穿雨衣撑雨伞 可是完全都没有用 嗯哼 对 完全都没有用 因为 雨伞 本来就不太有用 你一定会破到 然后雨衣 你穿着 嗯 你里面是流汗流到都湿的 对 对 然后用门 所以有时候到后面 其实你根本就不想要穿任何那个 只要把东西包好 你就这样子也走了 反正一定是的 对 对啊 因为我想说你穿雨衣 我还可以理解 撑雨伞好像没有什么 撑雨伞主要是撑风 哦 挡风 挡风 对 挡风 因为那个东北那边风太大了 那个整个走起来是 会这样子很慢的那样 对对对 OK 然后你在这样子经历过了 这个三十几天之后 你的心情的转换是什么 你觉得你最大的心境转换是什么 最大的心境转换 嗯 我觉得我学到最多的东西就是 就是像我刚才说一定要认识自己 对啊 所以你觉得你怎么样认识了自己 你觉得你跟之前认识的程度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以前没有那么严重的 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对 然后现在会 当你有这个警觉的时候 你会把你自己的每一个 可能喜欢的东西或讨厌的东西 全部都记录下来 对 然后从这个记录之中 你会开始慢慢的 发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大家可能该会很好奇哦 走三几天 那大概你们准备的衣服 准备了都几套衣服在身上吗 还要包含那种 不小心被丢到海里面去的 这种备用的 我们一开始 一开始其实好像带四件吧 四件衣服三件裤子 嗯 可是我到后面还把衣服寄回家 寄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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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觉得太多东西了 OK 然后最后好像就是 欸 两件 轮流换 轮流换 对 去洗一洗又 对 就当天我们就直接会在 那个 國小的 那种水洋头这样 然后洗一洗 就换上去 OK 对 然后 你要晾干嘛 可是其实不太晾干 你就把衣服 掉在车子上 然后走走走 它就自己干了 OK 了解 所以你寄回去 就是因为觉得它太重了 没有什么必要 就是我们到台北的时候 又把一堆东西都寄回去 OK 里面最重的东西是什么 就帐篷睡袋吗 对 帐篷睡袋是最重的 OK 对 其他都还好 其他都还好 OK 然后我们中间是把睡袋寄回去 睡袋都没了 睡袋都没了 就直接帐篷 然后 你不是说东北那边很冷吗 就是因为到台北 因为前面都很热 我想说这应该用不到了 就把它寄回去 然后发现到东北那边好冷喔 OK 对对对 可是因为还是有一些外套啊什么的 还是勉强 还是可以撑的 OK 所以走了这一趟 你还会再想要走第二次吗 可能会考虑用其他的形式 像是脚踏车啊 或者是什么摩托车之类的 OK 因为相较于走路的话 机车跟自行车它的那个 机动性比较高 你今天想要随时 弯你过去去下一个城镇 都OK 可是你走路不可能 你这样弯过去 回来就一天了 对对对 OK 所以会想说可能用自行车 因为我们路上有遇到很多 自行车环岛的人 然后又跟他们聊天 嗯 对对对 OK 我刚刚想说你们走了一个小圈的900 不是下一次要挑战 走大圈的吗 对挑战1200 可能 可能会想说去把那边补起来而已 就走那一段 可能走 走下面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把补起来这样子而已 所以你们从南部这样回来的时候 你们是走南回 还是南痕 南痕 可以走吗 南回那边 南回那边 对对对对 从台东那边回去 对可是我们那一段路 其实 其实没有走 也没有走 对 因为我们在路上就是有遇到很多 大便车的人 对我们就觉得 好酷喔 大便车好酷喔 我都没有试试看 我们就试试看好了 然后我们就去剪个那种纸板 然后就写 写到仿寮 对 然后在路边就这样拦着 大拇指举起来 然后这样拦着 就真的给我们拦到 差不多十分钟而已 我们就拦到车子了 然后就从台东做到 仿寮 然后就是过那一段而已 然后就下次再继续走这样 对对对 OK 所以你搭那台车是什么 是货车吗 没有 那个Toyota的 的 就一般 对一般轿车就对 对对对对 他刚好要开这样的一段 对对对对 刚好路过这边 OK 那你们聊什么东西 喔 你说路 那个车上喔 对啊 那个很酷耶 他是在 那个大哥 他是在 深山 深山里面的那种 电线杆的维修的人员 对 所以他说他都会 去深山里面 然后在那边住很多天 然后也没有东西 所以他知道 一些所谓的求生技巧之类的 嗯 譬如什么 什么东西把它砍掉 哪里里面可以吃啊 然后什么东西可以用 然后怎么转货 类似这种东西 对 都在聊这个 然后主要就是这样 对对对 蛮酷的那个大哥 OK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韦成来跟我们分享了 他30 39天 对 39天 然后花7000块喔 然后徒步环导的过程 那我想可能很多听众应该 也都有想过要环导 或者是搞不好你自己就有 呃 单车或是机车或开车 环导的经验 但不知道你有没有 呃 走路环导的经验过 那 嗯 应该这个网路上应该也蛮多 蛮多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的 然后应该可以找到蛮多 有趣的故事跟有趣的一些提示喔 就是该准备哪些东西啊 然后该怎么走啊 那现在网路啊 或者是台湾 其实也都蛮方便的 应该是一个可以试试看的一个 一个 呃 一个冒险的行为 小冒险的行为 你有瘦吗 就是你这样走39天 有瘦吗 有瘦3公斤 39天只瘦3公斤 对其实还好 这不是一个减肥 减肥良药 这3公斤 我一天跑步我缺 我脱水我就可以脱2公斤了 好所以这个 如果你想减肥的话 你可能这个 毒活环导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但是 呃认识自己 因为这其实蛮长的一段路喔 那可能在中间 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在思考 在想事情 那当然你也可以花很多时间 来听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还 没有从头开始听完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用这种方法 从第一集 开始听到现在这一集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韦辰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谢谢 我在来之前就看过他的照片 因为有看过他们照片 所以今天看到他的时候就是 冲击没有那么大啦 我听他的声音的时候 会觉得他是一个 文青吗 他讲的话 会让你觉得很肤浅 他是有深度的 然后真的这样子遇到后 其实相反没有差太多 哈喽我们又回来了 诶 Jolene 你有环岛过吗 没有诶 我不想要类似自己 我实在无法理解 为什么有人会想要环岛诶 感觉真的很累 而且还有机会被男女朋友分手 可是环岛是 台湾人必做了三件事之一诶 虽然我也是一个都没有做过啦 那你在说什么 感觉韦辰的意志力很强有没有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完成目标 我就会很容易就说服自己 先睡个两天再走也可以哟 哦 是哦 你现在在句点我吗 诶 反正我听完后 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 很热情的岛屿诶 你看他们环岛一路上啊 认识了很多人 而且还受到很多人的帮助 感觉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啊 怕我都想要出发了 请慢走哦 诶 听众朋友 你们有没有什么环岛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呀 只要有到 环丽欧陪你喝一杯 FB官方粉丝页留下你的故事 我们下一集就会 通通通念出来哦 如果你们都没有留言 我们下一集就会不知道 讲什么了 所以一定要留言哦 老话一句 我跟Defany 会痴痴的在FB前 等你们的留言哦 不要让他们空等哦 我每天睡觉前也会看 环丽欧陪你喝一杯 FB官方粉丝页 有没有你们的留言 其实不止睡前啦 我现在是非常常看 你们每一条的留言跟讯息 对我们来说 都是非常大的鼓励和支持 如果你是用Apple Podcast 听这一集的话 请帮我们留言 然后给五颗星星 分享给你觉得 会喜欢的朋友们听 谢谢你们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的迷你集 Your story matters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